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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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部机舱进不去 必须暴力切割 海豹突击队分成三组行动 三人寻找幸存者拉紧舰 中国的蛟龙突击队正迅速赶往最低地里 切割还需要五分钟才能完成 美军发现一架高空飞行的飞机已经进入他们的上空 他们不确定是不是中国的蛟龙突击队 男人掏出腰间的刀想要反抗 趁气不备 突击队员从后面打晕了飞行员 拿走了他们想要的高价值密码箱 此时空中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 海豹突击队抬头一看 蛟龙突击队已经赶到 指挥官毫不在意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 他们必须马上撤离 为了避免正面冲突 还不能原路返回 其中一名突击队员制造一些错误的行进轨迹 他们不想做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交火这样愚蠢的行为 蛟龙突击队已经发现了美军的踪迹 用光达定位飞机准备炸掉现场 H6轰炸机已经在头顶飞过 就在这关键时刻 美军拿到了飞机的黑匣子逃离了这里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 我是大海观影下期再见